为什么男生都喜欢白虎呢 喜欢扣一不喜欢扣二 白虎作为动物中罕见的白衣窝窝 不管外形漂亮 其实上也不属普通老虎 黑白相间的毛发如同锦袍 强壮有力的身躯威风凛凛 凶猛中透露着一丝 哇哦的威严 万兽之网为他莫属 我恨不得个家养一只 你说哪个男人能拒绝说这样一种猛兽呢 这不2021年10月 一个男子为了抓白虎的脑袋 在北京动员参观时 突然窜下车冲到白虎展区 双方大眼瞪小眼的对峙 虽然白虎们常年圈养失去了野性 但对于人类这种小玩具也是一爪子 而且他也不傻 知道自己是像一顿宝还是顿顿宝 所以也只是静静的看着 要不哥们你早嘎了 成年的猛兽都有一大群粉丝 更别说刚出生的小白虎了 奶兄奶兄的都很喜欢 最想把这小奶奶瓜露秃 2020年7月 山东东园诞生了三只白虎和一只雪虎 因为太卡哇伊直接登上了热搜 评论都是青衣色的 真可爱 我要让他散阔油 为什么说很多人都喜欢白虎 到底哪好 主要呢 这个讲究原因呢 说神兽和稀有 有句老话说的好 左青龙右白虎 前猪雀他后玄武 中间夹个喇喇骨 旁边跟个250 古代神话中呢 白虎是守护世界的天地之灵 四灵之一啊 是这个正义和勇敢的化身 受召万人敬仰 还有土家族认为说白虎是家神 在家家户户的堂物中 都设有白虎坐堂 意思是白虎坐堂坐 物载也无后 隔壁的三个认为白虎是战神 武神的象征 出门打架找人干账 必定先拜拜白虎 而西方人认为白虎是沙滑之神 白虎出没之地 必定带来腥风血雨 所以全球不少人的崇拜白虎 喜欢白虎 除此之外 稀少也是人们喜欢的原因之一 网上资料显示 全球总共有200多只白虎 都快灭绝了 其实啊 这是老早之前的数据了 因为97年至今 光是国内就引进了20多只白虎 经过20来年的培育 北京野生动物园有17只 巴大岭动物园有20来只 云南野生动物园有30多只 总共加起来一二百了 而全球范围内的白虎 估计保守在四位数左右 算下来还没大熊猫多 你见过白虎吗 就是那种白白净净的白虎 其实你在动物园看到的白虎啊 都不是国产 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上个世纪初的印度贵族 为了彰显自己的这个身份和能力 在圈子里装叉 到处收集其人一兽 1915年呢 统治者叫做雷瓦大军 逮到了一只野生白虎 试图人工培育白虎大军 可惜经以五年的折磨 压根是没有后代 直到35年后的雷瓦大军的儿子 雷瓦小军 在半达家发现了一只白虎幼崽 为了从母虎手里抢过来 他杀掉了他的妈妈和三个兄弟姐妹 而这只白虎被用为 当小军带着 毛汉姆的毛汉姆的毛干妈的造出炫耀的时候 其他狩猎者看到毛汉姆的毛汉姆的毛汉姆 黏了眼 纷纷前往这狩猎 短短数年 当地老虎都快噎完了 也没见到一只白虎 这就说明 毛汉姆的毛汉姆的毛汉姆的毛汉姆黏 是白虎种群中唯一的希望 小军也明白了这一点 让毛汉姆的毛汉姆的毛汉姆黏的 正常颜色和孟佳拉虎交配 延续白色相指 可惜出生的一雄三词没一个白虎 于是一狠心 让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三个女儿交配 才当生出了一只白虎 不好意思啊 人们也就是通过这种有实体面和道德的方式 繁衍出了全球千百只白虎